第1251集 追逐步老先怕我要了 需要我拿什么来换 远古对摊主说道 显然是想送给火灵洞的皇女 此时这张石桌早已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各种人事都在关注 奇华的主人很不自然 火灵而远古这样的人都得罪不起 他们身后的那些人呢也都是皇族 压得他身体都要颤厉 叶凡说道 事情有先后 我们先来的 蜘蛛奇葩我要定了 叶兄好久不见 蜘蛛神花 我们公平竞争 火灵而微笑 一头水蓝色的长发光亮如绸短 一笑倾城 惊艳死防 好 公平竞争 姬子月笑道 他清迈连不上前 大眼弯成了月牙状 莹白如玉的瓜子脸上 挂着明媚的笑颜 这竹花 贪主怯懦了 火灵洞语言使胡的人看上了奇葩 他心中有些惧意 别怕 没有人会强买强买 你到底想要交换什么呀 后方火灵洞的一位老人开口 这是负责守护皇女的强者 他刚才对外说 想要九天神域系列中的玉王来交换 或者是大罗银精等 什么 胃口未免也太大了吧 远古自语 其他身后年老的皇族守护者 也都眉头大跳 九天神域系列 都是可助传世圣兵的瑰宝 世间五甲难寻 大罗银精意义是如此 可遇不可求 祖王都难得到 火灵儿身后的老者说道 有些离谱 他这等身份的人都无希望拥有 拿一株鸡肋奇葩 就想换到 实在是过分 虽然是狮子大开口 但是却依然有不少少女修士驻族 都想得到这株奇葩 叶凡轻叹 想得到这株花有些难度 他身上有万物母气 有黄鞋赤金 但是却没有大罗银精等 他并不想让姬子月失望 先去别处转一转 我一定帮你得到一株仙帕 当年 他曾在瑶池切出过一对 病地一身花 希望能在前方的那条 其实皆有所斩获 也许运气好还能碰到 显然 远古火灵儿以及 他们的守护者身上 也不可能有这种神材 只得转身离去 你要留好啊 一会儿我必会送来一块神域王 远古离去时说道 天方是一处盘龙卧虎之地 他们想发动关系 去借来一小块神料 换取这株花朵 远古自然认为不值 那几位守护者也是一百二十个反对 但是火灵儿却一心想要 而今呢 原始胡在相火灵洞求亲 想要联姻 这株花无论多么珍贵 他们也得要立刻弄到手 怀念啊 当年纵横神称的岁月 真是让人回味 当年 他与叶凡在圣地师方 大杀四方 也不知切出了多少真料 引发一次又一次的轰动 话说 等我成为圆天师那一天 一定要去神城 把那块石王捉住 看一看到底什么来头 他们进入了这条其实街 入木尽是石头堆积成小山 占据了天方足有五分之一的地盘 显然 这里也是一处重地 进出的人很多 且不乏一带豪雄 一方族长 全都大有来头 太过年间 大地下蕴含的各种真料更多 有很多都是圆矿石 被开采出来直接拍卖 猴子解释 叶凡等人心动 这些石料也不知封印多少万年了 比之神城的要有价值多了 因为这不仅是赌源 还有各种神料等 修成天眼的人不少 但是成就圆天眼的 目前仅有叶凡一人在世上 他来到这里后 心中并不平静 这也太坑人了吧 叶凡走出去数百米 发现都是废石 偶尔内运真料也少得可怜 若是购买下来的话 得不偿失 但凡有一丝把握 都不会把石料运来卖出 这都是被筛选几遍的石头 而且这些卖家都很少药源 都是以各自所需的材料来交换才行 因为他们真的不缺源 叶凡走出去半条街后 终于发现了一些好东西 可惜要么是主人所需交换物难寻 要么就是药价太逆天 远高于实际价值 终于他们发现了一片 可以用原来交换其实的地方 不过呢 所需神源却让人沉默结舌 动辄就需要人头那么大一块 来到这里后 叶凡淡定了 选了一块一米建坊的青褐色石料后 几番奖价 付出了半颗人头大的神源 开始切石 首选 擦破石皮后 历史有刺目神光飞出 内部运有神源 不过 这样是绝对就不亏了 而后呢 叶凡继续挥刀 石皮脱落 神源被切开 内部并无更刺目的光 反而神圣柔和 让人的心都为之宁静了下来 你天哪呀 这么一大块大锣银鲸 这得多少绝食细针啊 石头被切开了 一下子引起了一片惊呼声 此地近乎沸腾 许多人向这里冲来 群情激动 恨不得立刻出手抢夺 薄薄一层神源内 蕴含有多半方银色的金属 流动稻纹 神秘莫测 这堆石料的主人顿时傻眼 而后哭天呛地 叫到该死的神源呢 神源是一种神秘的物质 可悬空可腾飞 改变石料的重量 被封在内部的东西 难以判断沉重 足足多半方大锣银鲸 如果没有这层神源 足以压他地表 石料的主人 垂胸顿足 大骂神源误人 让他错失归宝 也凡笑道 黑水兄这次 你练兵的材料有了 大多数人都有一把主兵 是自身继练出来的东西 陪伴己身一起成长 是掌控其他兵器的主王 当然呢 也有人不选择这条 比如段德 只专心同化他人的兵器就行了 他得到半价地兵 如果再去诉一把兵主 那就是脑子被门家了 什么兵主也不可能驾驭 吞天魔杆 上一次 太古炼狱中 所有人都寄兵 李黑水的兵器 因为材质不好 当场粉碎 叶凡想把金刚卓送给他 但李黑水用起来却不顺手 觉得还是自己塑造一把主兵为好 大黑狗叫道 本皇爷缺少主兵材料啊 段德也是搓手 呃 贫道也是如此 众人以其鄙视 一个追随过巫使大帝 怎么可能会缺主兵神才呢 另一个拥有半件地兵 还枯穷 更是该遭天打雷劈 话说 这么多半方的大罗银精 能铸造几件兵器 圣人都会眼红啊 黑水兄用不了的神才 可以拿回去给小雀儿 疼痛他们 练几副神医 真他奶奶的奢侈啊 短德都有些 极度羡慕恨了 本皇也觉得差一身 皇者战衣呢 大黑狗 脸皮比猪皮都厚 赶紧去换布老仙帕 叶凡收起多半方的大罗银精就走 鸡子月满脸都是开心的笑容 脸上那消失多日的小酒窝 又呈现了 如一个欢快的精灵一样 向前跑去 我刚才 眼睛看错了吧 真是多半方的大罗银精 他大意的没天理啊 石料堆前一群人震撼 久久回不过神来 这条骑石街 引发了一场大轰动 很多人涌来 叶凡他们回来时 布老仙帕还在 生长在瓦盆中 晶莹欲滴 缭绕着一道道光辉 花蕾将要绽放 按照要求 叶凡取出了一块 婴儿拳头大的银精 换取此花 这 探主傻眼了 没有想到这么快 就有人送来了一块神材 让他很为难 虽然想交换 但是很忌惮 太古皇族 按照天方的规矩 我放下大罗银精 就可以抱走这盘花了 你反悔也无用 叶凡呢 扔下大罗银精 直接抱起仙趴 送给了姬子月 好香 像是要羽化飞仙了一样 姬子月抱起花盆 无比的开心 闻着花像一副 陶醉的样子 长长的睫毛轻颤 美丽动人 慢着 远古他们回归了 可惜你们来晚了一步 我们已经完成交换 还没有结束 按照规矩 只要我们带来的大罗银精 比你们多 此话归我等所有 远古傲然说道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